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经常吵架的夫妻,外年生活会变成什么样,所有人都要看看,每天都有人结婚,每天也都有人离婚,离婚的理由千奇百怪,但因为吵架离婚的,还是占大多数。 仔细想一想,似乎没有哪对夫妻是可以做到一辈子不吵架的,即使吵不起来,两个人之间也会有产生摩擦的情况。 有这么一对年近70岁的老夫老妻,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40多年,大大小小的架,谁也记不得吵了多少次,但是不管吵得如何热闹,最多不过两小时就能和好。 他俩仿佛倒在一起的两杯水,吵架就像在这水面上滑道,无论滑得多深,转眼连条痕迹也不会留下。 可是今天的架吵得空前厉害,起因却很平常,就像大多数夫妻日常吵架那样,往往是从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开始的。 不过是老婆子把晚饭烧好了,老头儿还趴在桌上通烟嘴,弄得纸片呀,碎不条呀,沾着烟油子的纸碾子呀,满桌子都是。 离婚,马上离婚。 老婆子随他收拾桌子,老头儿偏偏不肯动,老婆子便像一般老太太们那样叨叨起来。 老婆子们的唠唠叨叨是通向老头儿们肝脏里的刀祸线,不一会儿就把老头儿的肝活引着了。 两人互相顶嘴,翻起许多成年老账,话欲输欲狠。 老婆儿气得上来一把夺去烟嘴,塞在自己的衣兜里,惹得老头儿一怒之下,把烟盒扔在地上,还嫌不解气,手一撩又把烟灰缸打落在地上。 老婆子更不肯罢休,用那嘶哑干巴巴的声音喊,你摔呀,把茶壶也摔了,才算有本事呢。 老头儿听了,竟像海豚那样,从座椅上直窜起来,还真的抓起桌上系满热茶的大瓷壶,用力啪地摔在地上。 老婆子吓得一声尖叫,看着满地的碎瓷片和溅在四处的水渍,直气得他冲着老头大叫,离婚,马上离婚。 这是他俩都还年轻时,每次吵架吵到高潮,他必喊出来的一句话。 这句话头几次,曾把对方的火气压下去,后来由于总不对线便失效了,60岁以后他就不再喊这句话了,今天又喊出来,可见他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。 同样的怒火也在老头儿的心里翻腾着,只见他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从嘴里不断发出声音,一边急速而无目的地在屋子中间转着圈。 他转了两圈,站住,转过身,又反方向转了两圈,然后冲到门口,猛地拉开门,跑出去,还使劲带上门,好似从此一去就再不回来了。 像刚才那么点小事还值得吵闹吗?老婆子火气未消,站在远处,面对空空的屋子,还在不住地出声骂他。 骂了一阵子,他累了,歪在床上,一种伤心和委屈爬上心头。 他想,要不是自己年轻时得了那场病,他会有孩子的,有了孩子他可以同孩子住去,何必跟这欲老欲混账的老东西生气? 可是现在只得整天和他在一起,待见他,伺候他,还得看着他对自己耍脾气。 他想得心里酸不溜秋,几滴老泪从布满戏作文的眼眶里溢了出来。 过了很长时间,墙上的挂钟当当响起来,已经八点钟了,正好过了两个小时。 不知为什么,他们每次吵架过后两个小时,他的心情就非常准时地发生变化,好像节气一进七九,冰封河面的冰就要化开那样。 刚刚掀起大波大乱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,变成浅浅的水纹。 离婚,马上离婚,他忽然觉得这话又荒唐又可笑。 哪有快七十的老夫老妻还闹离婚呢? 他不禁扑斥一下,叫出声来。 这一笑他心里一点褶皱也没了,之前的怒意,埋怨和委屈也都没了。 他开始感到屋里空荡荡的,还有一种如同击善过后的战地那样出奇的安静。 静的叫人别扭,空虚,没着没落的。 于是,回忆便悄悄地亲近他的心中,像刚才那么点小时还值得吵闹吗? 他每次吵过架,冷静下来时都要想到这句话。 可是,老头也应该回来了,他们以前吵架,他也跑出去过,但总是一个小时左右就悄悄回来了。 但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,人没回来,外边正下大雪。 老头儿没吃晚饭,没戴帽子,没位围巾就跑出去了,地又滑,瞧他临出门时气冲冲的样子,不会衣不留神滑到摔坏了吧。 想到这儿,他竟在屋里戴不下去了,用手背揉揉泪水干厚皱巴巴的眼角,起身穿上外衣, 从门后的挂衣钩上摘下老头儿的围巾,年貌揍出了房子。 雪震下的景,夜色并不太暗,雪是夜的对比色,好像有人用一只大笔占足了白颜料,把所有树枝都复勾了一遍, 使婆娑的树影在夜幕上白融融,远远津津,重重叠叠地显现出来。 于是这普普通通早已看惯了的世界,静客变得雄浑,静木,高洁,充满鲜火的生气了。 一看到这雪景,他突然想到他和老头儿的一件遥远的往事。 五十年前,他们同在一个学生剧团,他的舞跳得十分出众,每次拍戏回家晚些,他都顺路送他回家。 他俩一向说得来,却渐渐感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有说有笑,在两人回家的路上反而没话可说了。 两人默默地走,路向得分外长,只有脚步伤,真是一种甜蜜的尴尬呀。 他记得那天也是下着大雪,两人踩着雪走,也是晚上八点来钟,他担心而又期待地预感到他这一天要表示些什么了。 在河边的那段宁静的路上,他突然仿佛抑制不住地把她拉到怀里,他猛地推开她,气得大把大把抓起地上的雪朝她扔去。 他呢,竟然像傻子一样一动不动,任她把雪打在身上,直打的她像一个雪人。 他打着打着忽然停住了,呆呆看了她片刻,忽然扑到她身上,他感到有种火烫般的激情透过她身上厚厚的雪穿到她身上。 他们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,从一场奇特的战斗开始的。 多少年来,这桩事就像一张画那样,分外清楚而又分外美丽地收藏在她心底。 曾经,每逢下雪天,她就不眠想起这桩最新的往事。 年轻时,她几乎一溅到雪就想到这事。 中年之后,她只是偶然想到,并对她提起,她听了总要会议的一笑,随即两人都沉默片刻,好像都在沉温旧梦。 自从他们步入风烛残年,即使下雪天,也很少再想起这桩事了。 但为什么今天她却一下子又跑到眼前,分外新鲜而又有力地来撞击她的心? 现在她老了。 她那一双曾经蹦蹦跳跳,分外有劲的腿,如今僵硬而无力。 常年的风势病是她的膝,总往前驱着,雨雪天气里就隐隐作痛。 此刻在雪地里,她每一步踩下去都是颤巍巍的,每一步抬起来都是分费力。 一不小心,她滑倒了,多亏地上是又厚又软的雪,她把手插进雪里,撑住地面,艰难地爬起来。 就在这一瞬间,她又想起另一桩往事。 啊,那时她俩刚刚结婚,一天晚上去平安影院看卓冰林的摩登时代。 散场出来时,外面一片白,雪正下着。 那时她们正陶醉在新婚的快乐里,瞧那风里飞舞的雪花,也好像在给她们出行。 满地的白雪如同她们的心境那样,纯净,明快。 她们走着,又说又笑,接着高兴地跑起来。 但她脚下一滑,跌倒在雪地里,她跑过来伸给她一只手,要拉她起来,她却一打她的手,去,谁要你来拉? 可现在她多么希望身边有一只手,希望老头儿在她身边。 虽然老头儿也老而无力了,一只手拉不动她,要用一双手才能把她拉起来。 那也好,总比孤孤单单一个人好。 她想到楼上邻居李老头,文化大革命出击,老伴被折磨死了,尽管有个女儿婚后还同她住在一起。 但平时女儿,女婿都上班,家里只剩李老头一人。 星期天有女儿,女婿带着孩子出去玩,家里依旧剩李老头一人。 年轻人和老年人总是有距离的,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玩,老人得有老人伴。 真幸运的,她这么老,还有个老伴。 四十多年,两人如同行影,紧紧相随,尽管老头儿性子急躁又固执,不大讲卫生,心也不细,却不失为一个正派人,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。 在那道德沦丧的岁月里,她也没丢弃自己奉行的做人原则。 她还喜欢老头儿的性格,真正的男子气派,一副直肠子,不懂得与人既仇既恨,粗线条使她更富有男子气。 她愈想,老头儿似乎就愈可爱了,如果她的生活里真丢了老头儿,会变成什么样子? 多少年来,尽管老头儿夜里如雷一般的憨声,常常把她吵醒,但只要老头儿出差在外,身边没有憨声,她反而睡不着觉,仿佛世界空了一大半。 她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,大概快十点钟了,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,老头儿仍不见,雪却细细落落下晓了。 她的两脚在雪地里冻得深腾,膝盖更疼,步子都迈不动了,只有先回去,看看老头儿是否已经回家了。 她往家里走,快到家时,她远远看见自己家的灯亮着,有两块橘黄色的窗形的光投在窗外的雪地上,她的心碰得一跳。 是不是老头儿回来了? 她又想,是她刚才临出家门时晃晃晃晃,忘记关灯了,还是老头儿回家后打开的灯? 走到家门口,她发现有一串惊奇的脚印从西边而来,一直拐向她家楼前的台阶前,这是老头儿的吧? 她走到这脚印前,弯下腰仔细地看,却怎么也辨认不出那是不是老头儿的脚印。 天呀,她想,我真糊涂,跟她生活一辈子,怎么连她的脚印都认不出来呢? 她摇摇头,走上台阶打开楼门,当将要推开屋门时,她心里默默地念叨着,愿我的老头儿就在屋里,这心情只有在他们五十年前约会时才有过。 屋门推开了,啊,老头儿正坐在桌前抽烟,地上的瓷片都被扫进了,炉火显然给老头儿捅过,呼呼烧得正旺。 顿时,有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,把她冻得发僵的身子一下子紧紧地绝住。 她还看见,桌上放着两杯茶,一杯放在老头儿跟前,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,自然是粘给她的。 老头儿见她进来,抬起眼看她一下,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。 在这眼皮一抬一垂之间,闪出一种羞涩,发炯,歉意的目光。 这目光给她一种说不出的安慰,她站着,好像忽然想到什么,伸手从衣兜里摸出之前夺走的烟嘴,走过去,放在老头儿跟前,什么话也没说。 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儿,热菜热饭,再肩上两个鸡蛋。 这对老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,似乎就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一种,两个人磕磕绊绊,打打闹闹,也就这么过了一辈子。 结婚后的时间里,有争吵自然也有甜蜜,正是这些甜蜜的会议,让两个本来没有交集的人,相互扶持着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 相信观看视频的你,也曾因为一些事情和自己的老伴吵过架,那你们两人又是怎么和好的呢?